今天我們要請牧師跟我們分享 那牧師本來有考慮要用Live來跟大家分享 不過如果是用Live的話 他的熱情和大聲可能會吵到他家裡的人 因為現在是德國是早上凌晨 對 所以他有錄製了一段在新村的講道 要跟我們一起分享 你可以打開你的周報 那今天的主題是成長的一年 好 那我們一起來聆聽今天牧師對我們的分享 親愛的成光家人 在過去一年你們有一個很美好的聖誕季節 我在臉書上然後聽到 也看到你們有很多這些不同的短宣啊 不同的事情 那我相信你們今天有些人與我們在一起 是因為在聖誕節的時候你們感受到了神的愛 所以歡迎大家 然後我期待在接下來在兩個禮拜就要看到各位 所以今天是2015年的第一個禮拜天 然後去年我們講到2014年的我們的意象 就是要來擴張我們的領域擴張我們的領土 就是雅比斯的祷告 就是雅比斯的禮拜 然後我們看到 就是除了在台南的母教会以外 我们在永康也有了一个分会 然后在巴基斯坦还有在德国 我们也不同的事情在发生 所以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什么的时候 一开始好像就是像一个芥菜种一样的小 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 然后我们不需要可能做很多什么事 这些事情可是就是与神同行的话 那神就必定成就祂所应许的 那2015年呢 就不是只是我身为主任牧师跟神连结 然后告诉你们我领受到什么 我相信这是关会我们所有的人 集体一起来请听神的声音 所以透过领受团队的会议 还有我们祷告会的时候 还有看见神在全世界在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在对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相信2015年将是会是一个成长的一年 一个成长的一年 那你可能会想说不是每一年都应该是成长的年吗 那没有错 但是我相信今年神是特别要专注于某些方面的成长 那在我们来讲到说成长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然后之前我们先来看说假的成长 未造的成长是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以为它是成长 可是其实它不是 那首先就是我们里面都会有一个属世的渴望 就是非常人性的就是我们渴望更多的钱啊 更多的权利啊 更多的娱乐 可是从一个圣经的角度来看 这不是成长 因为我们看见那最至高的权柄还是在耶稣的身上 祂倒控自己成为反倒虚极 祂成为了一个 祂成为了一个仆人 所以在神的国里面 因为祂的虚极反而我们看到有了更多的成长 所以当我们不明白成长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恐惧 会失去我们拥有的 因为我们害怕失去 所以表示我们紧抓住我们所拥有的 这样子就会拦住我们没有办法去给予 不论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金钱 或是就是将我们自己献给神 然后另外一个未造的成长的象征 就是在丰盛中却缺乏喜乐 有时候我们会自怜啊 觉得自己的处境很不好 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将全世界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来做比较的话 台湾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阿们吗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所以我会尽快想要回台湾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神祷告说 要重建我们生命中得救的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救恩 然后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 那我们心中会有一个喜乐 这个喜乐是超过世界上一切繁荣的喜乐 所以你要就是小心注意这个未造的成长 就是属世看成长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就来到了第二点 就是讲到说真实的成长是透过我们的献祭 真实的成长是透过我们的献祭 那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 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芥菜总故事 好一起来念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白种里最小的 等到长起来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来树在它的枝上 只要芥菜种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就是它要先死掉 它要先死掉 才可以发芽 才可以有一棵树长出来 这样不是一个很美好的比喻吗 就是一个东西要先死 可是之后成长出来的是一个更大的东西 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会害怕失去我们所拥有的 或是害怕失去我们所渴望可想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摆在神的面前说 我们可以把它放下 我们可以向自己死 而神就可以使用着我们所放下的 来去建造一个比我们想象之外 更大的一件事情 想一想你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东西 是你不愿意放下 不愿意交给神的 如果这个芥菜种可以像发芽长大的话 这个树就会长起来 然后很多鸟就可以来在它的枝上 所以一样的你就可以变成其他人生命中的祝福 其他人生命中的安慰 记得耶稣讲到神国 就是怎样成为一个门徒 在约翰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门徒的意思就是要跟随耶稣的人 耶稣他的使命就是爱 他是充满爱的 那他的爱是怎样的相表现的呢 就是透过他的牺牲奉献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这也没有比就是你爱这个人 爱到愿意为他牺牲生命 还要更大的爱 那我们知道现在耶稣也被高举在万物之上 你看那个死掉的芥菜种 就成为那个很大的树 那我生命中也有很多 我必须要放下的东西 然后这不是都是很容易的 那最近的一个故事呢 就是因为我孩子 他们的教育 所以我来到了德国 那老实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牺牲 因为个人的话 我会希望我可以在台湾 我真的很爱在城光教会的这些事工 我爱台湾人 我就是很想念在玉山塔塔家的散步 可是神现在带领我到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 就是当我们愿意献祭牺牲的时候 新的东西必定成长 那我们就是看到过去教会的圣诞节这些活动 我不知道我如果在这里的话 会不会有这么多事情 所以我相信因为神在这个时候把我带走 所以很多人就聚集起来说 我们要做更多怎样的事情 所以成长就发生了 真正的成长也可以透过圣灵的果子来看见 因为是圣经里面说到这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果子 可是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呈现的 我们可以在加拉太书5章22节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这两节经文是不是很奇妙很美妙的经文呢 如果我们让圣灵来就是使我们成长 来让我们生命有改变 那我们就会看到在这里所列出来的这些东西 那我要来一个一个一个来念这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去默想 你的生命中你在哪里看到这些东西呈现 所以仁爱 所以仁爱 Joy 喜乐 Peace 和平 Patience 忍耐 Kindness Kindness Liangshan Faithfulness Singshi Gentleness 温柔 温柔 And self-control 节制 Often we make a mistake We think we have to work hard to grow 常常常常我们会犯下一个错误 就是觉得好像需要非常努力才可以有成长 In fact It's the opposite 可是其实是相反的 We need to receive 我们必须要领受才可以成长 We need to die to ourselves And open ourselves to God 我们必须要向自己死 然后向神敞开 And then say God fill me with your spirit 然后跟神说 求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 Your spirit makes me grow 是你的灵才会使我成长 And so today I I feel I want to share this passage in Romans 12 1-2 with you 所以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罗马书》12章1到2节 When I shared this with the leadership team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wrote me back and said Pastor, did you know that? 就当我跟领袖团队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人就回信跟我说 I said what? 说牧师你知道吗? 我说什么? This verse,Roman 12 1-2 就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呢 是在2014年网路上搜寻最多的一节经文 就好像是神给我的另外一个象征 就是这个经文对这样子的一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So let's read it together I read it in English first Then you read it together in Chinese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念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用中文1、2、3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迹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两层全 可喜悦的旨意 So here in this verse Paul encourages u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所以在这节经文 保罗透过圣灵透过保罗鼓励我们 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迹 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迹 将身体献上就是将你的生命献上 就是跟神说 不是关乎于我想要什么 而是你想要什么 是你带领我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样子一个态度 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敬拜 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个态度 你就是跟神说 神我相信你 我信靠你 我敬拜你 然后之后呢 就是你不会再效法这个世界 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我今天没有跟上这个潮流 还是没有跟随这个世界的一个风俗 就觉得怪怪的 那这样子是没关系的 因为你现在被更新了 你的心意会被更新 这就是成长的一部分 然后这也说 如果你将你的生命献上 你就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2015年 会是一个成长的一年 所以2015年 会是一个成长的一年 所以2015年 会是一个成长的一年 我希望这对你来说是真实的 我希望这对你来说是真实的 然后我希望这对整个教会来说也是真实的 当我们与神平信心一起行的时候 这表示说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那记得去年我的父亲过世 然后在那个时候神给了我爸爸还有我这样子一个很棒的经文 就是列王记上二章一到三节 然后这里就讲到说大卫王他要过世的 就将他的这些事情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 这里他就跟所罗门说如果你遵行神的道的话 你一切所行的都会是非常成功的 然后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听到这样子的话 就是神真的在对我的生命说话 在那个时候我一切的挣扎当中就好像神在对我说 我在这里我与你同在我与你一起同行 然后在那种时刻你所做的这一切的牺牲 你都会觉得就没什么 你就觉得说很好 你就会觉得你正在走在对的方向 所以我也要鼓励你们你要勇敢的信靠身 因为这就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嘛 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要去到应许之地来得到那个自由 然后摩西带领他们走过旷野 世界的眼光会说不要这么做 不要信靠神 就根本没有什么水 根本没有食物给你吃 可是摩西还有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勇敢的信靠神 那有时候真的他们有怀疑啊他们的信心有不够的时候 但是就整体而言呢神的百姓他们就是勇敢的信靠神 所以我要用一样的东西来鼓励你就是你要勇敢的信靠身 这会让你的生命就是充满很多的兴奋很多的事情会发生 就有时候你会在一个处境然后说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神他就会介入你就会看见说这就是神的功 当我们搬到德国的时候 当我们搬到德国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子处理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啊 还有我们就是家人分隔两个这个事 然后有些人也警告我们 有些人说这不符合圣经 然后我们就将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想要就是好好照顾我们的父母亲嘛 就是师母他在台湾然后我在德国 然后我们也希望孩子可以学好德文 让他们可以跟他们爸爸沟通 那我们也觉得我们的孩子应该要接受到一些欧洲的教育系统 就是好像是投资在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们就觉得神就是要我们这么做 我们就是勇敢的信靠他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滴的神就让我们看见他与我们同在 给你两个例子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根本没有车子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根本没有车子 我们也付不起一台车子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呢就说我有两台车到圣诞节之前呢我可以把这另外一台车就是给你开 你都不用付我任何的钱 所以真的很奇妙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 那前几天呢我就把这台车还给这个朋友 那在我去还车这个当天呢我妈妈的邻居就别把一个车钥匙给我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就是可以随时用这台车 所以在莫尼黑这里我们也有一台车可以开 那我也在想说好现在是冬天啊然后下雪了可以带孩子去滑雪一次应该也不错吧 可是那台车太小了 也就说对 然后昨天我们跟朋友去吃饭的时候 那个朋友说唉我们要去滑雪耶我们有两台车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来加入我们吧 然後我就真的覺得,哇,神真的就是知道我們心中的可想 然後透過不同的方式,讓我們為我們開門 所以當你在做奉獻犧牲的時候,不代表說你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如果我們從這些我們的生活當中,或是教會的生活當中,學習這些課題的話 那我們真的就是必須要去避免這些偽造的成長 我們可以等候神的祝福,我們不用害怕會失去我們所擁有的 在任何的情況當中,我們都可以有喜樂 然後聖靈在我們裡面,我們就可以有成長,可以有這些更多越像基督的樣式 然後耶穌說,如果你們真是我的門徒的話,你們就會彼此相愛 然後我也相信這就是這新的一年的策略 我相信這就是我們會去向外去得著人的一個經驗 我常常會說,晨光教會是一個新世代的教會 所以我相信神會讓我們看見去得著人民的一個新的方式 我相信只用嘴巴來傳福音是不夠的 我們也必須要讓人們透過我們的愛去經歷到福音 我也相信我們會有一個宣教的一年 透過這樣子在巴基斯坦的一個醫療中心 我們希望在那裡,我們可以向那些人去表現神的愛 然後透過我們這些行為,他們也可以看見神在我們裡面神的愛 我相信不只是在巴基斯坦,在台灣我們會有新的一波外展的這些服飾 在永康的教會也在成長 然後在台南我也看到這個教會在成長,人們在成長 有這個潛能可以去透過用神的愛去得著百姓 然後在德國很美妙的事情也在發生 我現在在很多這附近的這些中國教會我會去講道 然後我的孩子們的學校裡面,他們也有很多同學,他們可能是穆斯林教的小孩 所以我們也被挑戰說,我們要怎樣去得著他們呢? 有時候我們甚至會害怕說,要提到說我們是基督徒 我意思是,我們不想要馬上去判斷他們,然後他們會停止我們的關係 你意思是說呢?就是不需要馬上就好冒犯到他們,讓他們不願意跟我們建立關係 但是耶穌就是對我們說,愛就是能夠去打開人心的關鍵 當你們彼此相愛的時候,人們就會知道你是我的門徒 好像很容易,可是很難 因為愛就是表示要有犧牲 但是今天神清楚地對我們說 不要害怕為神獻祭,為神犧牲 不要害怕,然後只想要緊抓住你所擁有的 你要放手 信靠祂 勇敢地與祂同行 這會是一個很美好的成長的一年 願神祝福你 祝福你的家人 祝福你的事工 祝福這一個就是屬神的教會 然後願神繼續地建造這間教會 兩個禮拜見 願神祝福你 願神祝福你 Amen 我們可以請敬拜團上來好嗎 我們可以請敬拜團上來好嗎 好吧,我們花一點時間來到上帝的面前 來回應這篇信息 來回應這篇道 今天是主日 所以我們慢慢來 我們要享受在主裡的安息 我相信也許在今天2015年的第一個禮拜天的主日 在這樣子的十分鐘的禱告禁拜時間 將會是你得著一年的關鍵時刻 所以讓我們就享受在上帝的愛裡面 上帝的同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享受在神的愛裡 和在祂的身上 我想要邀請大家可以閉上眼睛 可以去想一下 讓聖靈來帶領你想想看 在你的生命當中哪一個面向 你想要更多的放手 更多的信靠神 不再只是自己緊緊地抓住說 我也想要這樣的改變 我想要按照我的時間表 而是你願意說 主啊 我願意在這個方面 甚至將時間表我都交給你 我就是要來跟隨你 所以我希望你會閉上眼睛 祈禱神 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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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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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在職場上面 正在經歷一個危機 也許在家庭當中 你正經歷在人際關係上面的不容易 甚至在你的未來的方向 你可能都還不是很確定 或者你在等候適當的伴侶 出現在你的面前 進入在婚姻裡 或可能你在等候那些人 來跟那些人進入婚禱祈禱 我們來想想看讓上帝來帶領我們 是不是在某一個領域 我是沒有把握 我是焦慮的 我是不安的 我是想要緊緊抓住的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決定 放手交給上帝 所以我們也做一個禱告說 主啊在這個領域上面 我要更加熱 所以我們也做一個禱告說 主啊在這個領域上面 我要更加熱 更緊緊的跟隨你 讓我們也祈求 在這個領域 我們在這領域 我們也會跟隨他 因為你的旨意成全 而不是我的旨意成全 好吧我們就一起來到神的面前 想想看 是不是有哪些領域 我們必須要放手 更多的經歷神跟隨他 所以уж上 spa 聖詞峰某 好細節 大家 economy 琴 我們把他 在這之上 用? 人 人 三分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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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我的舍坡 帮我们一起起立来到神的面前 叫我们全人献上 我们来紧紧抓住这位姨妈那一女的神 帮我进入你的公意 欧我仰望你 欧我等候你 我向你换场爱的时刻 你其实永不改变 我享受在你永恒怀抱着 你永不离开我 我向你换场爱的时刻 你其实永不改变 我享受在你永恒怀抱着 你永不离开我的身旁 你永不离开我 主啊我們說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我要來追隨你 每一個腳步 主啊我都要來緊緊跟隨你 主啊在今年我要更多的住在你的裡面 主啊我也願意在你帶領我的世上更多的放手 主啊更多的犧牲擺在你的面前 我們知道當我們願意跟隨你 這絕對不是突然的 主啊願你說不要欣賞你 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查驗何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悅的旨意 所以主啊我知道你剛剛有聽到我們在你裡面對你的呼求 主啊我們不效法這個世界 主啊這個世界的潮流隨時都在改變 主啊但你的信實不改變 主啊你的愛不改變 主啊你對我們的計畫對我們的意向不改變 主啊所以我們就單單的投靠在你不改變的國裡面 所在這個變化極快的世界當中 我們的信心就像毛一樣 建在基督的磐石上面 即便有風雨來到 我們仍然能夠站立的穩 我們仍然能夠站立的穩 我們會經歷到那位為我們死為我們活的神 我們的生命要結出果子來 我們的生命將要彰顯上帝的榮耀 不是靠著我們自己的力量 而是靠著你在我的裡面 在我裡面的比他在外面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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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Luia 哈利 讓我們請敬拜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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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們感謝你的同在 我們感謝你的美好應許 我們感謝你永遠與我們同在 主啊在2015年當中 主啊你讓我們裡面的生命更多的為你成長開花結果 那些在我們裡面不成成長和改變的地方 我們宣告它要改變 我們要向枯乾的海骨發育炎 那個骨和骨結要結合起來 要長筋長肉 要成為大軍 所以我們宣告不單單發生在我個人的生命當中 也要發生在成光教會裡面 成為一個為你而走的大軍 每一個人彼此互相的連結 走在你的道路當中 彼此相愛 各盡其職 來預備主的再來 主啊我願你得著最大的榮耀 主啊我們祷告在今天 你讓我們更多的享受在你的安息當中 來預備好明天新的開始 我們祷告自奉耶穌的名 我們祷告在耶穌的名 Amen